P15-F5R7 好 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現在要來幫我新買的技嘉的P15-F5R7的皮型電腦來裝記憶體 那有附贈一個8G的DDR4的2400的記憶體 好 那我先把它殼拆掉 這邊兩顆螺絲把它拆起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往下推 就可以把這個杯蓋可以移除 OK 接著我們把記憶體拿起來 我們先看一下它原本的記憶體是哪一種 它原本的7-8G的 原本是金士頓的喔 1.2V的 1.2V的 好 那裝記憶體記得一定不要裝電池也不要插電 好 把它插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扣上面就可以了 用這把新的記憶體 一樣 要注意它這個缺角要堆著一個缺角 好 你如果這樣反過來的話 缺角都對不上 所以要注意不要硬插 這樣它的金手指可能會受傷 我們斜斜的把它插進去 好 那我們再把它稍微濕地把它往下壓 它兩邊的卡卡進去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再把背蓋給鎖回去 先檢查一下有沒有 一流什麼東西在裡面 等下通電的話可能會短路 OK 我們再把它 螺絲鎖回去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 增加記憶體 的教學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要不再細有裝置 這個人選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大概10毫aste 我們下次見 一邊的拓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